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说人学佛 为什么有的人你一劝他就相信了 为什么有的人你劝了半天 他还是不相信 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一个人的根基问题 所以台长今天呢 就想跟大家呢 谈一谈根基 那么听众朋友们 简单的讲根基也就是你的基础 你这个人到人间来 你投胎做人了 你前世的根基 跟你今世所投的胎很有讲究 你的根基好 根基正 你前世是一个有修为的人 那么你这个人呢 就会在这辈子做得更好 就是生活 命运当中都会比较顺利 所以当一些佛教的事物 或者其他宗教跟你一说 那你马上就明白了 你马上愿意接受了 这个呢 就是前期根基 为什么叫前期根基 也就是说 你的前世给你带来的 这个时期的根基 那么很多人 前期根基很好 但是他到了人间之后 他享乐 他天天吃喝玩乐 享受荣华富贵 所以他就把这个前期根基啊 慢慢的慢慢的呢 就抹掉了 所以这些人呢 所以后期根基不正 也就是说 当他不能理解 他前期根基所修的正的东西 他就不能理解 为什么要学习佛法 那么这些后期根基不稳的人 所以他对佛法就不孝已故 所以很多人劝他 他也不当回事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讲个根基 那么五戒十善 啊 之人呢 是天秤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 做了五戒和十善了 这个人呢 实际上 已经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人 甚至可以往天上去 而且可以把你 在人间的恶劣的机会 统统呢 就作为一个毁灭的 然后呢 这个人呢 实际上已经是超凡路胜 而且他已经是了脱生死 之前的方便法门了 那么台长跟大家讲 五戒 五戒十善 已经可以超凡路胜 了脱生死 之前 也就是说 当你想真正的到达圣人 到脱离凡城 你的境界 到达佛菩萨的之前的 这个境界之前呢 你必须呢 要懂得 我们做人修心 要有五戒十善 因为时间关系台长 只能给大家浅浅的 把五戒十善告诉大家 五戒是戒什么呢 第一 戒杀生 一个人不能杀生 一个人一杀生的话 实际上 他是超过不了凡城的 第二 不能有妄语 也就是说 不能吹牛 说谎 口是心非 这些都属于妄语 那么第三 那就是不能喝酒 那么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喝酒 实际上 喝多了 真的是犯罪 连政府都会挂块牌子 上面写 喝酒价值 那是犯罪 这是为什么 因为酒能万幸 啊 还有 不能邪影 也就是说 不能经常动于人的脑筋 自己家里有太太 在外面 那就叫邪影 啊 第五 也就是我们不偷盗 一个人要明白 我们学佛 做一个政治的人 都不能偷盗 何况你想 超凡路盛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就算这个五戒 不要以为这是和尚 迷孤的 实际上 超凡路盛 是我们每一个人 必须自己做到的 我们活着做人 难道就可以杀生吗 难道就可以偷盗吗 难道就可以乱喝酒吗 等等 等等 都是我们必须要控制住自己 在人间不能犯恶的 那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 实善 那么实善人 实际上 他就是走向菩萨界的 一个很重要的 实际上实善业里面 又包括了 刚才台长说的这几个 实善业包括 不杀生 第二 不粗盗 第三 不邪淫 第四 不恶口 第五 不两舍 两舍的意思呢 就是挑拨 是非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第六 不妄语 就是不说谎 刚才有个人 刚才有个第四 叫不恶口 什么叫不恶口 就是骂人 不其语 其语什么呢 其语就 也是 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挑拨离间 无中生命王 第八 是不贪 我们不要贪心 第九 是不称恨心 第十呢 就是不愚痴 实际上 这就是统称为 食善业 大家知道 杀害生命 那是不对的 所以不要杀害众生的命 所以打仗 实际上就是害众生 所以要求和平 这是全世界 共同的人的理想 因为佛教主张 佛性平等 慈悲救世 所以呢 就不能杀生 好 听众朋友们 食善业的第二 是不偷盗 所以呢 偷盗呢 实际上 也是强略豪夺呀 偷人家的东西 跟抢人家的东西 也差不多了 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啊 它都是主权转移的 必须要正 而不是 于取而取 非分取而取之啊 无功而取 都是偷盗的行为啊 也就是说 你没有做任何的善事 没有帮助人家 你而去说 啊 我帮你做了 啊 你应该给我钱 这个也叫 偷盗啊 盗版 不是你做的 而你把它占为己有 这也叫偷盗 所以很多agent 他收着人家的钱 最后没帮人家做 这也叫偷盗 所以要明白 我们在生活当中 啊 把欲望 有时候称为利 所以呢 利 要 利人 啊 必须 利 人 才能利己啊 如果每一个人 都知道 不为利人 就为利己 实际上 这跟偷盗 也差不多 第三 刚才台长只能把实善业稍微解开一点跟大家讲 啊 就是除了啊 一对正式夫妻 你在外面呢 就是啊 不好的 就是行淫 啊 就是邪淫 那么 很多男女之间的欲情 叫做不学盈 那么 就是 叫 真良 守礼 那么 现在呢 啊 夫妻呢 经常呢 啊 不遵守这些规则 所以呢 实际上 这也叫 淫乱行为 但是在 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 我们呢 如果要完全做到 因为很不容易 所以呢 最好呢 要遵守这些 啊